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4月1日 星期一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討論今天垃圾徵費先行先市 當中全港有14個地方正在進行試行計劃 當中有友善記者到過大埔新達廣場 據報廣場正是試點之一 現場試行用的指定袋情況又如何 和各位一起討論 因此試行計劃相當重要 若然試行的效果不好 8月還推不推垃圾徵費 和各位了解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情況 據報旺角有一輛保馬司機遇到警察截查時 竟然反抗逃走 據報旺角就令到相當混亂 這個司機被捕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友善新聞的最新報道 說到垃圾徵費 酒樓就說大尺寸的指定袋不夠長 倒垃圾不方便 梳果店估計一天就用3個35公升的指定袋 報導的內文提到垃圾徵費先行先試展開 涵蓋6類的處所 一共14個地點 大埔新達廣場是其中一個 有商戶指定袋使用的感覺不錯 但擔心日後成本會增加 另外酒樓試點就反映 獲法的垃圾膠袋尺寸是不適合的 話說先行先試的第一天 大埔新達廣場有連鎖餐廳 改用綠色的指定垃圾袋 商場裡面的麵包店都開始使用 不過擺放在商場的公共空間 給市民用的垃圾桶 就仍然用著白色普通的垃圾袋 也有商戶職員將一代用普通黑色膠袋 包好的垃圾就照樣扔 話說有一間出售有機梳果的商戶說 早前獲法的指定袋容量只有35公升 店舖每天都要扔不少菜頭菜尾 估計一天至少都要用三個指定袋 正在研究有沒有方法將那些菜葉送去廚餘回收 節省日後買指定袋的成本 這間有機梳果店的負責人林女士就說 把這些菜送去廚餘機 我就沒有垃圾 膠袋也不用太多 會盡量用一個垃圾袋 以前會用很多個 很容易就換一個 現在看著綠色的袋會用少些膠袋 今次這些是他們即是政府派給商戶 一定要用 如果他們不派的話 其實他今天也是不會用的 另一個試點就是新蒲崗的新光燕煤廳 獲法兩種分別是660公升 還有240公升的指定袋 膠大尺寸的膠袋用來裝已經隔水的廚餘 較小的就裝茶葉 還有玻璃瓶 不過酒樓用的垃圾桶太深了 這款膠袋都是不夠長的 所以倒垃圾的時間都是比較麻煩的 當中新光燕煤廳的經理陳鳳怡是這麼說的 就說如果盛載廚餘或茶葉是有問題的 因為一倒下去 膠袋就會墮至底部 其實用不到 政府建議將有骨的廚餘分開 但其實我們真的做不到 會多很多工序 你知道現在人手有限 酒樓經理預料每個月成本會增加6000多元 但飲食業的市道低迷 擔心家價會進一步影響生意 以上來自有線新聞的報導 先行先試的第一天 去到大埔的新達廣場 看來那個意見有正有反 有些地方就會用少些膠袋 因為說那些綠色袋要錢 於是就著來用 但另一邊箱酒樓方面就很頭痛 加因相關的指定袋根本不夠大 一倒下去就會墮到底部 亦有機會弄穿袋 而當中雖然政府呼籲 將有骨的廚餘拿開 不過對酒樓來說 這麼多台客 你又很難去做一個這樣的廚餘分類 當然這些試行經驗還要多看幾天才能有多數據與成果 最重要就是試行計劃 究竟成功與否 與八月沒有繼續推行垃圾徵費都有關 如果最終決定八月推行的話 相信大家都要一段時間適應 加因以後就不可以再用普通的垃圾袋 扔出去 另一邊箱也要付錢買垃圾袋 來處理家中不同的垃圾 有些朋友說付錢不是問題 不過當中就有很多論盡事 又不明白那個規則 另外廚餘很麻煩 有通有骨 在袋裡刺穿了又怕違規 一系列的問題 看來在先行先試的階段中 希望能夠盡量顯現各大問題 另外也說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旺角有個保馬司機遇到交通境 反抗逃走 終於被噴招制服 車內檢獲毒品和刀具 報導的流氓提到 今天4月1號中午接近12點半 說警員在白布街執行不准左轉為例檢控的時間 有一部白色的保馬司家車 違反交通標誌被截停 保馬的男司機停車過後 達然企圖開車走 警員用伸縮警棍拼霸玻璃過後 將疑犯制服於地上 但司機仍然反抗 於是使用胡椒噴霧將其制服 警方在車上搜出一批毒品 還有一把開山刀 緝毒犬到場搜查 男司機涉嫌販毒 阻差辦公和停牌期間駕駛等罪名被捕 警方正調查事件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現場相當混亂 加上司機被截查的時間不合作 原來車上有毒品有刀具 他自己還要停牌期間駕駛 在案件調查中 另外也說說這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巴士迫爆 聲稱被碰撞 大鬧車廂 累到全格巴士停駛 港女狂鬧大叔的片段瘋傳 就說不收口 後續就慘了 報導的留言提到 有網友在星期日3月31日 在Facebook群組 巴士的士討論區 發布一段1分49秒的影片 留言形容大嶼山巴士乘客 很好火 影片一開始就看到 巴士車廂裡的司機位 到樓梯位都站滿乘客 當時有港女和大叔正在爭執 巴士車長未有開車 站起來勸 就說現在全部都不要有問題 好嗎 大叔質問港女 我撞到你哪裡 我現在正在問你 港女回應 你把腳趕走 人家兩隻腳拍在一起 看不看得到 不過片段拍攝不到 攝氏的女子 雙方針罵持續 站在旁的男乘客 無奈表示 一人小句 不要吵 如果不是 整車人都不用走 但是港女竟然揚言 就說全車不要走 你這樣對人 男乘客重複 一人小句 也有女乘客加入勸紙 就說不要騷擾司機開車 擔誤大家時間 真的 不過雙方都沒有停下 大叔不滿地說 你吞了我兩下 港女就向我乘客 鬧回頭 那是不是他 大叔不對 吞人還說別人看他 車長唯有再站起來 勸大家 大家算數好嗎 好小事 但是大叔又說 不是說宣訴還是不宣訴 現在港女 吞了我兩下 又說我囂張 又說我看你 我都不知道撞到你哪裡 影片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吳斯人批評港女的行為自私 就說 迫巴士是這樣的 那麼怕被人撞到你 你就坐的士 也有人說 妨礙司機開車 不過 有人認為 難定雙方對錯 應該要讓這兩個人下車冷靜一下 以免阻礙其他乘客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因為這一男一女就有互相碰撞的問題 結果就在車上爭執 搞到連巴士停下了 全車人相當抱怨 巴士車長勸交 旁邊的乘客也幫忙勸 不過這一男一女 整條影片沒有停過 兩個都指對方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